大家好,我是Basketballtopu的小编66 PLG职业篮球联赛 新竹工程师即将在近期官宣洋江弟弟戴维斯加盟 不少球迷都好奇来到PLG后的戴维斯能打出怎么样的成绩 戴维斯过去几季一直是台篮的顶级大洋将 可惜在魔兽霍华德加入之前 云豹队的比赛不受关注 而在霍华德加盟云豹后 戴维斯上场时间也受到压缩 但必须说当今台篮任何一名大洋将 只要堆上有一个魔兽 上场时间都会受到压制 当然戴维斯也不例外 但这不代表戴维斯没有能力 过去曾有三季NBA资历的戴维斯 身高210亿公分 防守意识佳 但看防守他的护框能力 放在PLG也不会逊于大逼哥 且戴维斯的防守观念更好 场上的情绪也相对稳定 在进攻端 戴维斯拥有一手稳定的外线投射技术 两季T一联赛场均外线命中率高达35% 能在禁区低位攻击 也能侧应 掩护动作也相当扎实 说他是一名攻防一体的大洋将也不为过 这样的大洋将放在PLG 戴维斯绝对排得上历史前三 他的能力比起大逼哥更为全面 更不用说卧许本 阿提诺之流的洋将 戴维斯的身体条件和经验 也在过去效力新北国王的洋将 汤马士之上 单论进攻破坏力 戴维斯当然不如辛巴 但辛巴弱点明显 戴维斯有出色的防守意识 和移动速度 光这点在功能性上 就比辛巴强大不少 穆伦斯和强森 大概是少数能和戴维斯切磋的大洋将 不过前者因情绪问题 表现相对不稳定 后者今年的状况 也有下滑的迹象 戴维斯若状况维持前两季 在T1联盟的水平 很有机会跃升成为PLG第一大洋将 大家怎么看戴维斯转战PLG联盟的表现呢 请留言说出你的看法吧